喊口號 不能改變這個國家 好 我們再喊一次口號 推動改革民眾做主 來 一二三 推動改革民眾做主 這麼可笑 他好笑人吧 在場來賓就笑到快翻掉了 我們全部都笑到快翻掉了 我就跟你說 現在柯文哲是死人的 柯文哲說 喊口號不能改變這個國家 黃國昌 好 我們再喊一次口號 對嘛 你就跟你說嘛 製作蕊稿沒有蕊好 他好笑啊 不是嘛 你今天講什麼 我就跟你說 不是只有第一次而已對不對 那個黃國昌現在慢慢慢慢 他的那個什麼姿態已經擺出來了嘛 叫你柯文哲拿蔥到519 對不對 他怎麼不是小草 因為現在黃國蔥說就算了對不對 就是要拿蔥 不能夠拿其他的東西 像這個你看 韓國家不能改變這個國家 黃國昌馬上就跟我們再喊一次 比較大聲 讓柯文哲知道說 現在我收就算 這招很狠耶 這個很明顯嘛 為什麼他敢這樣 底氣夠啊 你看他又開直播 又是拿了他的蔥有沒有 又破紀錄啦 三萬七千 最高三萬七了 不過貓貓你怎麼看 黃國昌519要上街頭 結果館長也太早放棄了吧 館長直播才問一下館粉 結果發現只有三十五趴會到 然後館長把他講 519跟我無關了 你們不去我也不會講什麼 拜託人家黃國昌直播又破紀錄了 三萬三點七萬人 519會不會 當然可能搞不好比你那邊 場子更 應該是比我那邊多 因為他們其實現在在動員了嘛 對他們其實中部那邊已經說會補貼油錢 怎麼樣的 真假 對他們不是最厭惡動員嘛 補貼油錢 補貼油錢 但是我要得說一些 因為519我也會去現場拍攝啦 好所以那個有被動員去的 袖子穿長一點 避免被我拍到一些什麼 赤龍赤鳳的被我拿回來做文章 去年已經一次場案了 這次不要再穿太短的袖子好不好 而且呢 因為去年那個七六遊行 他們其實籌劃半年 他們從十二月籌劃到七月嘛 大半年的時間 然後中間換過很多次主題 你們還記不記得 一開始什麼反黑金反黑道 對 然後後來發覺說民眾黨都黑道 不敢反黑道了 然後又講說什麼居住正義有沒有 結果到六月的時候被 黃國雄被爆料說 他就是佔有國有地啊怎麼樣 又不敢喊居住正義了 所以本來是居住正義 最後到當天變成公平正義就太壞了 所以他們就翻了好幾次 這次也是一樣 然後每翻一次主題 其實就會少掉一些人 因為你就代表主題 辦活動主題不明確嘛 對不對 那你這次又 這次也是改好多次 這次一開始是講說什麼 那個要找蔡英文算帳 然後昨天是說什麼 那個停電缺電桃園缺電 然後現在最新的 最近是說什麼 最新的有點忘了 最新的主題是什麼 反正他就是一直在變 那你一直變主題 你的TA你的群眾就不適從啊 就想說我現在去到底是要支持那個 你看廢商後面你都忘了 現在主題是什麼了 最新的說房價又高 所以又回到居住正義了 又回到去年的那個居住正義了 最新的又說房價高 難努力把它想起來 對啊就想說一直變 連我們這些比你們更關心的人 都混到說現在最新的 最新的現在換到哪裡了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一直換 每換一次會少一些人 那我也是很就是就祝福啦 OK 年晃啊 難怪黃國昌敢打臉柯文哲 追逼案的黃國昌 看不出來這些案子有問題嗎 這麼重要的問題 袁大說我沒有去開會 那個會那個簽名到底是哪來的 柯文哲居然敢講 我怎麼會曉得 你是市長呢 你什麼都不曉得 然後你就 你就這個把這個拱手送出去嗎 而且現在看起來 這個林延峰報的也很特別啊 柯文哲同意星光人壽改標規 被正風處擋下 結果擋下的柯長 馬上就把他換掉了 這什麼狀況啊 所以這個案 然後柯文哲現在直播 第一場而已喔 十二分鐘 十分鐘在罵人 那接下來的直播你怎麼預期啊 我相信黃國昌 真的看不懂柯文哲 這案子有問題 我相信他 因為他的能力真的看不懂 黃國昌不是從二零一六年 當立委不是常常咆哮 常常說這個有問題 那個有問題 我請大家回憶一下 黃國昌成功揭發過哪一個弊案 對啊 後來哪一個有問題 沒有啊 都有沒有問題 都他講的 對我講的是指法院司法定驗的 沒有嘛 對不對 對所以其實有人以前就已經講過黃國昌 他在中原院的時候 其實也沒有什麼傑出的研究 就是他很能秀很會演 大概就這樣 今天最新的進展 林玉宏 我先講一下 我覺得今天這個安排非常非常非常有趣 林玉宏現在是台中市政府副秘書長 對 那我想他們盧秀燕他們一定也有研判 就是說民進黨的台中市議員呢 應該會利用機會要求林玉宏來備詢 那本來議員請這個副秘書長來備詢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問的是台北市的事情 正常來講 市政府是可以拒絕的 因為這個跟我台中市政無關嘛 對你問的是我以前台北市的事情 對 那可是盧秀燕並沒有拒絕 林玉宏也同意 所以呢現在是不是萬安秀燕聯手打磕 這個蠻值得繼續觀察下去 林玉宏今天的回答一直閃一直閃 但是他講了一句很關鍵的話 我主持的會議都會簽名 啊 我主持的會議都會簽名 可是元大那個會議 北市科會議他又沒簽啊 給大家看 對嘛這一份呢 開會時間一零九年十二月十六下午兩點 但是元大說 他們去市政府是下午四點 對 所以這有個時間差 再來主持人 臺北市政府林副秘書長 玉宏簽名欄空白 底下出席的來賓 這個元大建設董事長 這些都有簽名 對不對 好這個是開會當天的簽到簽 那依照公務機關流程 這個會開完之後 因為現場一定會有人數據 對數據完之後 他會做一個叫做 不管是叫會議紀錄 正式會議紀錄會叫會議摘要 會議摘要之後 你做完打完字之後 要存檔要歸檔 你一定會請當天沒簽名的長官補簽名 可是林玉宏從頭到尾沒有簽 對啊 照林玉宏說法 我有主持我一定會簽啊 對我主持的會議都會簽名 這一份沒有簽代表什麼 第一這個會不是我主持的 第二個可能性 根本沒有這個會 對喔 因為元大說沒有啊 對好 現在問題來了 當天元大下午四點鐘 有去市政府 談的是內湖創新園區 BOT案對好 所以有沒有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當然我現在證據還不夠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因為那個BOT案呢 只有元大一家投標 但是最後流標 是因為說分數不夠高 所以據根據媒體報導 當天內容呢 其實裡面會議氣氛不是太好 對大概元大準備要去心思問罪 好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在裡面可能有提到一兩句 啊那個T1718你們要不要也來投標一下 因為之前不是這個有週刊有報導說 那個林玉宏辦公室有一位蔡小姐 他連寫了兩封email給元大 問他們你要不要來投標 元大最後回來一封說我沒興趣 對 所以你從那個email得到證明 就是說那位蔡小姐 我猜應該是林玉宏辦公室裡面的密碩 或是幕僚 所以元大應該是T1718是沒興趣 可是呢台北市政府 因為呢 我不能讓外界知道說 認為說我獨厚星光 你知道公務員是很會閃法律責任 他只好去營造一個場景 就是我跟星光有談 這是事實 但是我跟元大也有談 可是呢元大又說你沒有談 所以呢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當天下午其實談的真的是內湖 這個BOT案 但是呢會中可能聊了一兩句 啊這個T1718你們真的沒興趣嗎 然後後來就伸出了這個會議記錄 欸不對啊 可是會議上面的名稱就是寫 討論北投區軟橋段啊 尤其這個稿頭是自視的稿頭 很好改的啦 有沒有人有沒有移花接木的可能性 因為元大當天有沒有進市政府 有啊下午四點鐘啊 那有沒有跟市政府人開會 有啊 但是談著什麼事 因為沒有錄影錄影 沒人知道 完全沒人知道 那個元大現在講 沒有我們當天根本沒有談 但是有沒有可能在 譬如說兩個小時會議裡面 可能談到的一句或兩句 就我覺得這有可能是市政府裡面 可能出席人稍微問了一句啊 那T1718既然這個你們沒有那T1718去標一下嘛 元大可能講 沒有我之前都跟你講過 我就沒興趣啊 這樣算不算談 所以你記不記得 當時在解釋的時候 曾經有人講說 可能是不是雙方對於認知上有落差 這樣算不算談 就元大的認知 這不叫談嗎 我就跟你講我沒興趣嘛 可是可能就當時市政府的某些人裡面 他可能講說 有啊 我有問過啊 這個算談啊 問題是你有沒有談到細節 對啊 為什麼到最後招標的條件 完全照星光的條件 而且柯文哲昨天直播還講 星光開的條件 我都不同 我當時都不同意喔 對啊 你前兩次沒同意 第三次就同意了 後來不全部照星光的條件 後來第三次招標條件 全部照星光的要求啊